你好,欢迎收看2月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陆惠 为了疏解县府团队,年前压力也回馈县府团队一整年来的辛劳 花莲省政府在大理堂举办了 一起来花卉关心压力调试医疗团体工作方 希望藉由自己手作成品增添家中的艺术喜气 也和家人一起度过温暖好年 花莲省政府在县府大理堂举办 一起来好会关心压力调试医疗团体工作坊 现在许中也在办法当中抽空到现场为参与员工表达感谢 感谢同学们为了幸福花莲花莲城市而精力奉献 需求大家在努力工作之余 更重要的注意自己的身心灵健康快乐 在农历前有插花塑药的活动 不仅能够放松心情 也能够借由自己做成品增添家中的艺术喜气 与家人一同欢度温暖好年 花莲省政府人事处处长吴林明表示 具有幸福感的员工们才能够对人民才有优质的服务 因此人事处不努力推动员工协助方案 照顾幸福员工的身心灵健康 并表示过去一年来因应新冠肺炎的增温风暴 幸福团队推动各项防疫措施 也顾及全省民的健康以及福祉 力推各项振兴方案 忙碌的工作内容 让幸福员工能够成绩输解压力 花莲省政府员工全体上下 这一年来除了忙于防疫工作以外 也要推动宪政工作 所以我们特别在农历纯洁的前夕 期盼一起来好会关心花椅的塑押活动 希望能够来解除我们员工工作上的压力 习省长非常照顾员工的身心灵健康 除了希望借这个活动能够疏解员工的工作压力之外 也希望员工把他的作品能够带回家 好好的布置家里 让家里充满了幸福跟快乐感 过一个快乐的农历年 那这次活动呢 我们在这一天里面上下午分成3T次来办理 那总共有70位员工来参加 那这些员工都是抽签来的 所以他参加的情形非常的容易 原生树特别举办三场次的 一起来好会关心压力调试医疗团体工作坊 希望就有发挥艺术美才的视觉形象 发掘以体悟压力来源 并且调试自我身心灵 达成工作生活平衡的目标 记得转眼黄视频道